咱们做炸薯条,最好是用黄眼的啊 因为黄眼薯条炸完不仅看着好看 而且呢口感更好 切完片再切成条 条要稍微宽一点切啊朋友们啊 皮里边咱们准备点水 切完就放水里边 今天呢你把春哥的炸薯条你学会了 你就不用去商场里边给孩子买炸薯条了 厚拉贵的 你在商场里边买的10块钱薯条 你在家里边你能做一大盆 所以说呀自己动手风于主食 你自己学会了别人想偷他也偷不着 都是你这个的 水里边咱们加入两勺精盐 给土豆喂个底味 土豆全部切好 咱们头洗两遍 把土豆外皮的淀粉洗掉 然后水烧肺 咱们放入锅里边 土豆下锅保持水烧肺的状态 春哥煮了一分多钟 然后关火 大家看一看要把土豆煮到什么状态 有点类似于透明 土豆中间的没有白色夹心了 然后咱们把土豆捞出来 控一控水 土豆里边咱们放一点小苏打 然后翻拌均匀 现在挂在土豆上边 咱们放点小苏打 炸完的薯条会非常的爽脆 翻匀 翻匀之后 咱们再放入玉米淀粉 放多少啊 春哥没有凉过 大家会看看春哥这粉拍到什么状态就可以了 土豆拔面 全部有薄薄的一层玉米淀粉包裹 这种状态就是最佳的状态啊 这种薯条炸完之后会非常的酥脆 油温烧到5成了这时 咱们放入薯条 薯条刚下锅咱们先不着急动的 这个薯条一定的时间 下锅10多秒20秒左右 咱们这种漏勺啊 把土豆豁上散了 因为你得把土豆外边的一层淀粉 炸至糊化的状态 你得翻弄的 春哥这油温是持续保持5成油温 炸至能有2分钟到3分钟左右 待会看薯条的状态啊 有点上乎飘起来了 这里咱们把家庭的炉火 调成最大火 让它油温不断的升高 升到6成热的时候 咱们再炸1分钟 把土豆里边 浸的油 传给它反出来 然后咱们捞出来 待会听听声音 绝对咔咔脆啊 薯条油已经空净了 咱们装盘 待会听听声音啊 咔咔脆啊 车哥尝尝味道 然后咱们搭配一叠番茄酱 外皮是非常的脆啊 这回大家伙儿可学会了吧 别在外边去买了啊 家里边给孩子做 好吃又健康 那么好 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如果今天这道家庭门门的炸薯条 能对大家伙儿有所帮助 希望家人给车哥留下一个免费的赞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